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279期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44篇 东门的使用 那人领我到圣殿外院的东门 这门关闭着 上主告诉我 这门必须永远关闭 不准打开 任何人都不准用这门 因为我 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已经从这门进去 这门要永远关闭 至于在位的君王 他可以到这里来 在我面前吃圣饼 他必须由外院的门廊出入 进入圣殿的规定 接着 那人领我走过北门 来到圣殿前面 我一看 看见上主的荣耀 充满着他的圣殿 我就伏伏在地上 上主对我说 必朽的人啊 要留意你所看见 所听到的一切 我要把这圣殿的规则条例 告诉你 你要注意 哪种人可以进入圣殿 哪种人不可进入圣殿 你要告诉大家 你要告诉那些 悖逆的以色列人 我 至高的上主 不再容忍他们所做一切可恶的事 他们在向我 献寄生的血和脂肪时 竟让那些没有接受割礼 不服从我的外族人 进入圣殿 因而 玷污了我的圣殿 我的子民 做了这一切可恶的事 背弃了我的约 他们自己不在我的圣殿 执行神圣的礼仪 反而 叫外族人负责 我 至高的上主 这样宣布 没有接受割礼 不服从我的异族人 不准进入我的圣殿 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族人 也不准进入 不准当祭司的立位人 上主对我说 有些立位知足的人 随从其他以色列人 离弃我去拜偶像 我要惩罚他们 他们可以在我的圣殿看门 在圣殿工作 他们可以替人民宰杀 烧化剂和其他剂生 轮班为人民服务 但是他们曾经替以色列人 主持拜偶像事 使人民犯罪 所以我 至高的上主发誓 他们一定要受惩罚 他们不准当祭司 侍奉我 也不准接近我的圣物 或进入至圣所 这就是他们做了 那些可恶的事 所该受的惩罚 我要指派他们 在圣殿里当杂役 祭司 至高的上主说 当其他以色列人 离弃我的时候 立位知足 萨都后代的祭司 继续在圣殿里 诚心侍奉我 所以现在只有他们 可以接近我 侍奉我 他们要在我面前 献寄生的脂肪和血 最后他们可以进入圣殿 在我的祭坛侍奉 主持圣殿礼拜 他们进内院的门 必须穿麻纱衣服 他们在内院 或圣殿值班的时候 绝不可穿羊毛衣服 他们要戴麻纱做的礼帽 穿麻纱裤子 但是不要挤腰带 免得流汗 他们到外院 跟人民接触前 先要脱下在圣殿值班时 所穿的礼服 留在圣殿的厢宝 穿上别的衣服 便得 免得圣服 伤害了人民 祭司不可剃光头 或留长发 头发要修剪得适当 祭司进入内院前 任何酒都不可喝 祭司不可跟一般寡妇 或离婚的女子结婚 祭司只可跟以色列的处女 或同事的寡妇结婚 祭司要教导我的子民 分辨圣俗 以及礼仪上洁净 或不洁净的东西 祭司要遵照我的法律 判断纠纷 他们要按照我的规则 条例 遵守宗教节期 守安息日 为圣日 除了自己的父母 儿女 兄弟 或没有嫁 姊妹的尸体 祭司不可因 触摸其他的尸体 使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 他洁净以后 必须等七天 才可以进入圣殿的内院 为自己显赎罪祭 我至高的上主 这样宣布了 祭司所分得的产业 就是祭司的职份 他们不可在以色列人中 拥有地产 我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宿记 书罪记 和书柜记 和书过记 都要归祭司做食物 以色列中一切献给我的东西 都要归他们 每年出收的农作物 和献给我的特别礼物 都要归祭司 人民烤饼的时候 要把第一块给祭司 这样我就赐福给他们的家 祭司不可吃自然死去 或被野兽咬死的鸟和兽 以西节书第四十五篇 归给上主的土地 分土地给各支族的时候 要留一份献给上主 这块土地 要有十二公里半长 十公里宽 整个区域是圣区 要从其中 画出一方块 做圣殿的用地 每边长两百五十公尺 四周加上二十五公尺宽的空地 这块地的一半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要画出来作为建造圣殿之用 是至圣的地 在全国中 这一块地是圣区 是画归给在圣殿公职的祭司的 里面有他们的屋子和圣殿的用地 另一半土地 要给在圣殿公职的立位人 里面有立位人的住宅区 要在圣区 隔离画 隔离画一块土地 长十二公里半 宽两公里半 作为以色列人的住宅区 君王的土地 要画出一块土地给君王 这块土地要从圣区的西边 延伸到地中海 从圣区的东边 延伸到东边的国境 跟以色列各支族分得的土地一样长 这块地是君王在以色列中分得的地产 这样他就不会再欺压我的子民 他要把全国剩下的土地 分给以色列各支族 君王应遵守的规则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以色列的君王啊 够了 不要再专横欺压人民 要伸张正义 主持公道 你们不可再强迫我的子民 离开他们的土地 我至高的上主 这样宣布 人人都要用标准公正的度量横 量固体的一法 要跟量液体的百特等量 是以赫梅尔为单位 以赫梅尔等于十一法 也等于十八特 你们要按照下面的规定 捐献小麦收成的六分之一 大麦收成的十六十分之一 橄榄油收成的百分之一 这些都要用八特量 十八特等于一赫梅尔 也等于一科尔 羊 在以色列牧场上的羊 没两百只 要献一只 你们要献素剂 烧化剂 平安剂 这样你们的罪就得赦免 我至高的上主 这样宣布了 全国人民 必须带这些祭物 到以色列的军王那里 在初一日 安息日 以及其他节日 王要负责 供给全国人民 所献烧化剂的 祭生 素剂 和 电剂 他要准备 恕罪剂 素剂 烧化剂 平安剂的祭物 为以色列人民 输罪 节期 至高的上主 这样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献一头 没有残缺的小公牛 做生计 竭尽圣殿 祭祀 要把输罪剂的血 抹在圣殿的门柱 祭坛的四角 和进入内院大门的门柱上 那一月的初七日 你也要照样被那些在无意中或因无知而犯罪的人献祭 这样你就保持圣殿的圣节了 从中月十四日开始 你要守雨月节七天 在这七天当中 每一个人都要吃没有嚼的饼 节期的第一天 君王必须为自己和全国人民献一头公牛 做输罪剂 在七天节期里 他要天天向上主 献七头没有残缺的公牛 和七只公棉羊 做烧化剂 他也要天天献一只公山羊 做输罪剂 每一头公牛 每一只公棉羊都要跟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三公升的橄榄油一起献上 在祝鹏节 就是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的七天期间 君王要按照音乐节的条例 天天写赎碎剂 烧化剂 素剂和橄榄油 以西节书第四十六篇 君王和节期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在六个工作日里 内院的东门必须关闭 但是在安息日和初一日 东门要打开 当祭司为君王写烧化剂的时候 君王要从外院的门廊进来 站在门住旁边 他要在那里礼拜 礼拜后就退出 这个门要一直开着 半晚以前不可关闭 每一个安息日和初一日 全国人民都要在这门前敬拜上主 在安息日 君王要向上主 先没有残缺的小羊六只 供绵羊一只做烧化剂 每只山羊要跟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一起献上 每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要跟三公升的橄榄油 一起献上 初一日 他要献没有残缺的小公牛一头 小羊六只 供绵羊一只 每一头公牛 每只供绵羊 都要跟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一起献上 每只小羊所配的素剂 可以随君王的意思献上 每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要跟三公升的橄榄油 一起献上 王要由外院的门廊进出 无论哪一个节期 人民来敬拜上主的时候 从北门进去的 要从南门出来 从南门进去的 要从北门出来 谁都不准从同一个门进去 必须从相对的那一个门出去 人民进来的时候 王也要进来 人民出去的时候 王也要出去 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 每线一头公牛 每线一只公绵羊 都要跟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一起献上 每只小羊所配的素剂 可以随献祭的人的意思献上 每十七公升半的素剂 要跟三公升的橄榄油 一起献上 当王用烧化祭或平安祭 向上主献自愿祭的时候 要为他开通往内院的东门 他要按照安息日的条例 献烧化祭和平安祭 他离开 他离开后 门要关上 每日的祭 上主说 每天早晨 要献没有残缺的 只有一岁的小羊 做烧化祭给上主 每天都要献这种祭 每天早晨 也要献两公升面粉 和一公升橄榄油 做素剂 油是调面粉用的 献素剂给上主的条例 永久有效 每天早晨 要献小羊 面粉 和橄榄油给上主 不可间断 王和土地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要是君王 把自己的土地赐给王子 那块地就归属王子 永远做他的产业 要是君王 把自己的土地赐给陈朴 那块地 只是暂时归属陈朴 到了归还年 陈朴要把那块地 还给君王 因为这是王族的产业 只有王和王子 可以永久拥有这土地 君王不得侵占人民的产业 他必须从王族的产业 分土地给王子 免得他欺压人民 侵占我子民的土地 圣殿的厨房 后来那人 领我竟靠近 内殿南边的门 到朝北那些房间的入口 屋子里面的房间是圣的 是给祭祀用的 他指这些房间 西边的一个地方给我看 他说 这地方是给祭祀 煮书醉祭或书过祭的肉用的 也是烤素祭用的 这样他们就不必 把圣物带到外院 伤害人民 接着他领我到外院 指给我看外院的四角落 每一个角落都有小院子 长20公尺 宽15公尺 每一个院子都有石墙 有炉子靠着石墙 那人告诉我 这是厨房 圣殿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主人民所献的祭物 从圣殿流出的泉水 以西节书第47篇 那人引我回到圣殿的门口 用泉水从门入口处下面涌出 流向东方 就是圣殿前面的方向 水从圣殿南面的地下流出来 经过祭坛南边 接着那人领我有北门出来 带我绕外面 转到朝东的外门 有水从门的南边流出来 那人用尺去凉 从门向东走 凉了500公尺 他叫我在那地方涉水而过 水直到脚踝 他从那里再往前凉500公尺 水到了膝盖 又从那里往前凉了500公尺 水到了腰部 他再从那里往前凉了500公尺 水深到不能涉足过去 只得游泳才能过去 他告诉我 碧秀的人啊 你要留意这一切 后来那人带我回到河边 我在那里看见两岸有很多树 他告诉我 这条河向东流 经过约旦河谷 进入死海 河水流入死海 会使咸水变成淡水 这条河经过的地方 会有各种生物和鱼类 河水是死海的水 新鲜 水流过的地方都有生命 从隐积底到隐以格连 海边会有渔夫 在晒渔往 死海会像地中海一样 有各种鱼类 非常多 但是沿岸的沼泽和池塘的水 仍然是咸的 这条河两岸会有各种树木 生长结实 可做食物 树叶永不枯干 树也不断结果 每个月都会结出新鲜的果实 因为这些树 是用圣殿流出来的水灌溉的 果实可做食物 叶子可做药材 地界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你们的地界如下 境内的土地 要分给十二之族 约瑟之族 要分得两份 我曾向你们的祖先发誓 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做产业 现在你们要公平分配这土地 北边的地界 从丁珠海向东 到西特伦 再到哈马爱口 西达达 比罗叉 西伯连 这些城市在满大马士革王国和哈马王国之间 哈萨哈提干 在浩兰王国边上 北边的地界从地中海向东伸展到以南城 以大马士革和哈南南边为界 东边的地界 自大马士革和浩兰的交界向南 沿约旦河 河西是以色列 河东是基列 伸展到死海的塔马 南边的地界 从哈马向西南到加底斯绿洲 再转向西北沿埃及边界 到地中海 西边的地界 从地中海向北 到跟哈马爱口西边对面的地方 你们各支族要分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要做你们永久的产业 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桥 和他们在这里出生的儿女 都要分得土地 你们要带他们 像带以色列人一样 让他们在以色列各支族中 抽签分土地 外桥寄居 哪一支族中 就在那支族中分土地 我至高的上主 这样宣布了 各支族分配的土地 以西节书第48篇 领土北边的地界是从地中海向东 经西特伦 哈马爱口 以南城延伸到大马士革王国和哈马王国的交界 各支族要在这一块土地上 从东面的边界到西面的地中海 暗淡 亚瑟 拿和他利 马拿西 以法莲 旅边 犹大的次序 从北到南 各分得一份土地 中部特区 要搁出一块土地 做特别用途 这块土地 从北到南 还12公里半 从东到西 各 到各支族分配到的土地 一样长 圣殿 要建在这地段 这地段中心 要留一片长 12公里半 宽 10公里的地 献给上主 祭祀 要分得这块圣区的一份 他们所分得的 从东到西 12公里半 从北到南 5公里 上主的圣殿 在这一区的中心 这圣区 是给 萨都后代的祭祀的 他们忠心 侍奉我 不像立位之族的人 随从 以色列人 背叛我 所以 他们 要在 列位之族的 锦邻地区 分一块土地 这特区的土地 是至圣的 立位之族 要在 祭祀的土地 南 南面 分得一特区 从东到西 12公里半 从北到南 5公里 献给上主的 这一区 是全国最好的土地 不得买卖 交换 或转让 这土地 是剩的 是属于 上主的 特区 还剩下一块 长12公里半 宽 两公里半的土地 这块地 不是圣地 一般人可以住 可以使用 城 要造在 这区的中心 十四方形的 哪边长 2250公尺 城里的四周 要留空地 宽 125公尺 承造好后 所剩下 圣区 南面一块土地的面积 是 东边长 五公里 宽 两公里半 西面 长 五公里 宽 两公里半 这块地 是给城里的居民耕种的 所有住在城里的人 无论哪一支族 都可以耕种 这块地的中心 是特区 每边 是十二公里半的正方 里边 有城市用地 圣殿所在的 这块土地的东边 和西边的祭祀的土地 立背之族的土地 和城市用地 剩下的地都属于王 东边到东边的地界 东面到东边的地界 西面到地中海 北面跟犹大的地界连接 南面跟汴亚敏的地界连接 其他之族的土地 要把特区南边的土地 分给其他各之族 从东边的地界 到西面的地中海 按 汴亚敏 西面 以萨特 西布伦 加德的次序 从北到南 各得一份 加德之族南边的地界 是从塔玛 向西南 经加底斯绿洲 再向西北 沿埃及边界 延伸到地中海 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要用抄签的方式 把这块土地 分给以色列各之族 作为他们的产业 耶路撒冷的城门 耶路撒冷一共有 十二个城门 四面的城墙 各长 两千两百五十公尺 各有三个城门 每一个门 都要按照 以色列之族的名字命名 北墙的三个门 是 旅边 犹大 立位 东墙的三个门 是 约瑟 汴亚 米 南 南墙的三个门 是 西缅 以撒加 西布伦 西墙的三个门 是 迦德 亚瑟 拿夫塔利 城墙四周 一共长 九千公尺 从今以后 这城 要叫做 上主 在这里 西墙的三个门 城墙的三个门 是 西墙的三个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